嗨 大家好 我是林野婷老師 你想要隨時收到 最流行的資訊嗎 還想要隨時知道 變美的訊息嗎 趕快訂閱 女人我最大YouTube頻道 記得趕快訂閱喔 其實有時候衣服可以共穿 就是這樣 對 像媽媽這套也可以共穿 對 這個是不是妳的菜 Bling Bling 是耶 可是妳會發現 彩滑鞋喜歡的Bling Bling 是黑 白 對 對 妳比較不買彩色的Bling Bling 很少 而且這有一個這種 很少 Cherry Cherry 這個都滿可愛的 好可愛喔 對 然後還有就是 搭配上這個 因為像現在那個 翼帆也穿這種牛仔外套對不對 然後其實像 也可以嘗試一下 這個淺色 米色系的 米色 對 米色系的話有個優點就是 它幾乎很多彩色的T恤 搭配起來都滿好看 還有就是說如果你覺得 家裡的牛仔外套穿了很無聊了 你就把你回去剪破 像這樣 自己剪喔 自己亂剪 把那個邊剪掉 對 邊剪掉 再把它抓虛 對 以前我小時候就會這樣 發現這樣流行 我媽媽不給我買新的 我就把它剪掉 我也是耶 自己抽虛 我也是 我看電視 我想說為什麼裡面會有人 我把電視拆掉 真的 真的假的 電視 對 以前電視後面是有身體的 對 有一個大箱子那樣子 對 我就把後面拆掉 我想看看裡面的人 妳好重喔 然後就被吊起來打 對 然後再來呢 我就幫她搭配的是 今年很流行的這種窄裙 但是是運動風 然後就有 哇 所以像韓菲有時候 也可以穿這樣的單品 簡單的T恤就可以穿 因為他們兩個人都有眉腿 對 是 然後我幫她搭配的就是這種 涼鞋配運動畫 韓菲妳會這樣穿嗎 比較少 等一下 那妳可以接受嗎 我可以接受 妳可以接受 所以我覺得媽媽有時候 可以嘗試這種打扮 那只是說媽媽跟 就是韓菲不一樣的地方 就可以帶帶配件 讓她更整體感 那我也幫她搭配 今年流行的這種格子的小包 然後去讓她有一點 就是造型出來 是 那我覺得接下來就是說 如果要母女共穿的衣服 譬如說像這樣子 對 就是她也可以穿 小朋友也可以穿 妳這樣不是小朋友了啦 妳是高中生 少女 這妳可以接受嗎 可以接受 那妳可以接受嗎 可以 可以 對 其實像這樣的衣服 就是好像也是有一點露肩 對 都是 然後她又沒有縮腰 沒有縮腰 但是又有腰身 所以我覺得這種衣服 也是可以穿穿的 然後還有就是 如果秋冬今年可以嘗試 格子 配格子 格子配格子 對 就是剛才華的菜 以前就已經走在那個 你走太前面 對 時代的尖端的時候 走太前面 為什麼 剛才她那個格子配格子 有點怪 對 因為她把兩個格子重疊了 是 對 所以但是你放上下 一個是正格 一個是斜的 斜格 對 像這個就不為過 明白 對 然後而且這上衣呢 就是走這種運動風 它就是搭配這種螺紋布 很運動感 你看 如果我們成熟路線 就是可以這樣搭 然後韓菲可以走這種路線 可以這樣搭 對 然後可以扎一半進去 或露出來 所以其實我覺得要共穿 就是媽媽跟女兒 不一定要穿一模一樣 她可能搭法就會不一樣 也可以 所以其實我覺得 接下來譬如說 好 這件 這件 好 譬如說 她穿這個的時候 可能可以這樣搭 這件我覺得掛在那裡 韓菲一定不會選 但是 它可以這樣搭 對 然後 但是如果韓菲的話 可以搭一件 它就可以搭一個T恤 所以可能一件裙子 母女的搭配 可能就會不一樣 單品可能不一樣 然後風格也會不太一樣 改天分線 像頭髮上一點捲度 讓髮根蓬蓬鬆鬆的 就很有日達model的feel 最後穿上可愛的T恤 搭配運動風的窄裙和鞋襪 浩然姐整個逆領了呢 再次喝點水 這是不行 我再喝點水 再喝點水 後多少 我們可以搭配 給我 我再喝點水 氣 我再喝點水 掛美 我先喝點水 輪